我可以在重大的项目上帮助决策 另外我当了这么多年领导 上上下下有很多关系 我可以帮助协调一下 还有呢 还有我可以帮助董事会 做一些思想工作 比如 很有技巧 你怎么给我请来一个爹啊 35岁的陈处长下岗了 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 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 结果却处处碰壁 杨老板直接开玩笑地表示 等他餐厅缺服务员的时候 可以考虑陈处长 面对这种奇耻大辱 陈耀宗气愤地离开 遥想不久前 陈耀宗处长刚从国外考察回来 作为商业大佬的徐老板 特意邀请他到市里最好的酒店 给他接风洗尘 陈处长 您不能坐这儿 您哪 得坐那儿 原来这群所谓的商界大佬 得到风声 陈耀宗即将升为企业局的局长 所以他们特意把陈耀宗 和他的太太大跪 领进了豪华的帝王厅 还坐上了笼椅 不仅如此 为了恭贺老陈即将高升 徐老板还送给他们一幅棺材 我们老陈是年轻干部 你们这是 棺材 是棺材的同音 既预祝陈处长升官又恭喜太太发财 是大吉大利的意思 这我怎么能收呢 不行不行 这是我们专门从柳州给您定做的 您要是不收 那就是看不起我们大家 没错 既然这玩儿还有这么多说的 那咱就收下吧 看着老公风光无限 大跪感到非常开心 他们已经结婚多年 他一直专心地在家照顾老陈 如今终于迎来了花开富贵的时刻 而就在众人不停拍老陈马屁的时候 装饰公司的总经理马瑞 也来给老陈敬酒 他以前是陈耀宗的秘书 两人之间传出一些绯闻 为了不让影响扩大 陈耀宗把他调离了岗位 不久 马瑞就下海经商 成为了一代富婆 马瑞的到来 让陈耀宗有些不自在 果然 妻子大跪开始流露出明显的醋意 坚决要和他拼酒 最终 这场宴会 以两位女性之间的颇促闹剧结束 回到家里 老陈严厉地批评了妻子当众的不雅表现 觉得他丢人现眼 还说 以后这种场合不带他去了 大跪的文化水平有限 他能嫁给陈耀宗 内心感到十分满意 所以对陈耀宗的批评 他并没太在意 反而为了恭喜丈夫高升 还特意把老裁缝请到家里 为老陈定做一身局长 才能穿的中山装 第二天 老陈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 精神焕发地前往部里上班 在部门的大厅里 他偶然遇到了马瑞 老陈以一种官腔的方式 和马瑞打了招呼 甚至情不自禁地搂了一下他的腰 从这里看出 老陈对于年轻漂亮的马瑞 还是保留着一些心动的感觉 来到部长办公室 部长什么话都没说 让他先看一份 关于国家机关精简机构的文件 什么 撤销了 整个局都撤销 对 根据中央关于国家机关精简机构的精神 部党组做了这个决定 部里这么多局 为什么偏偏撤我们呢 这是第一步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还有企业局这个婆婆干嘛 弄我的职务 整个局都撤销了 还有什么职务 当然你的待遇不变 算编外人员 组织上也会安排 这个消息让老陈彻底猛圈 人到中年的他 好不容易快熬到局长的位置 结果整个局都被撤销了 成为了编外人员 不仅如此 他还要把一层楼的企业局让出来 因为部长已经把一楼租了出去 老陈和同事开会 可他不知道 其他同事早就收到消息 并做好了另谋出路的准备 唯独老陈还幻想着局长的职位 看着他的下属们 在繁忙的业务中兴奋不已 老陈突然感到一阵心痛 他只能孤独地黯然离去 更令老陈无法忍受的是 成都一楼的人 竟然是他曾经的秘书马瑞 换句话说 马瑞早就得知 企业局会被撤销的消息 只有老陈被蒙在鼓里 不理这么多房子 你为什么偏偏租我这里 这里的家最便宜啊 我是不是这里的主管 你才都看一看 我 你是不是存心 存心要我好看 昔日的企业局 一下子变成了马瑞的办公室 两人身份地 反转让老陈 感到无比尴尬和沮丧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 如何向妻子交代 可没想到刚回到家 就看到一个远房亲戚 对方一直撑他手掌 这可让老陈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地又憋了回去 事后 为了保住自己的手掌地位 老陈放下脸面 打电话给领导求情 结果却是秘书接的 从秘书口中 得知了部长明天的行程 打完电话 老陈吱吱吱地想 告诉妻子自己下岗的事 结果妻子却会错了意 部里要经检机构 有的部门要撤销了 这么重的担子都让你跳 怪不得你犯难 人员恐怕要下了一大批 该得罪的咱就得罪 只要对国家好 反正咱也生不出孩子 不怕别人说咱们养孩子没屁眼 我 你听我说 触及干部也有下来的 有下才能有上 你怎么就不明白 我真恨自己没文化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姚总 以后家里的活我一个人干 只要你好好工作 看着满脸期待的妻子 老陈实在说不出口 老陈一开始是帮人养马的 后来不小心被马踢了二弟 导致他那方面不行 生不了孩子 但妻子并没有嫌弃他 而是继续跟着他到现在 为了不辜负妻子的期待 老陈最终还是没说出实情 第二天 他跑到工地去找领导 领导今天要为工地开工剪彩 他向领导诉苦 说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能就这样 把他一刀切了 其实老陈只是想保留职务 让领导帮忙安排一下 得知老陈学过畜牧业 就让他到部里的农业基地 去看看 回到家里 老陈拿出放大镜 在地图上一看 农业基地不是一般的偏僻 都快出了北京市 心里虽然很不爽 可是 如果能保留职务 在那里好歹还能当的领导 就在此时 马瑞打来电话 讨要办公室的钥匙 老陈心里本来就不爽 一听是马瑞的声音 立马谎称自己不在家 喂 我找陈耀宗 陈耀宗不在 那你是谁啊 干啥 我是他家亲戚 你就是陈耀宗吧 不是陈耀宗 我是他八叔 老家来的 那他到哪去了 哪一家的知不到 那家伙大小宴会可多了 请他的您海了去了 我咋知道呢 等等 没说你 干啥呀 我说不在就不在 你咋能反应 他真的不在吗 啊 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哦 他 他在 没想到马瑞亲自上门 这让老陈感到非常尴尬 他只好短暂地请马瑞坐下 老陈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焦虑 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核桃 就在他弯下腰捡核桃的时候 妻子大跪买米回来 看到老陈抬着马瑞的腿捡核桃 就觉得两人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于是拿着一块砖头进屋 把老陈和马瑞给吓了一跳 大跪问马瑞来家里干什么 而马瑞并没有提及老陈即将下岗的事情 相反 他谎称老陈之前曾提过要装修卫生间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对于马瑞替自己隐瞒工作上的事 老陈心里很是感激和宽慰 等他送马瑞出门的时候 将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第二天 老陈乘坐着一辆农场的货车 一路颠簸地来到农场 农场的负责人对老陈还是很尊敬 因此 老陈便召集了所有农场的人开会 毕竟 作为领导 除了开会其他也不会 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 那你就别发言了 什么 静静静静 你别插话好不好 我讲三点 一不代表上级 二不代表局里 那你代表谁 我代表自己 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显然 农场的职工并不怎么愿意听他说那些看似空洞的官话 他们更关心的是 实际问题的解决 而不是听领导说了一堆 却依然束手无策 农场的负责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匆匆结束了会议 老陈还意犹未尽 打算第二天再次开会 然而 农场的负责人 却不愿意再浪费时间开会 送点老陈一箱鸡蛋 并说了几句客气的话 然后匆匆上了车 迅速驶离了现场 小易 你 您说一下 您说一下 图长 要是有机会 到我们生活基地来玩 别送了 再见 再见 穿着 就在这时 一辆豪车停在他面前 而车里的乘客 正是他曾经的秘书马瑞 看到老陈的困境 马瑞没有取笑或羞辱他 而是真诚地表示愿意帮助老陈 他带着老陈 前往了附近的农贸市场 准备引导他下海 这箱鸡蛋正好可以用来练手 原来 马瑞当初也是从一个小摊贩开始创业的 可老陈一副官腔的叫卖 不禁逗得大妈开怀大笑 这样的方式 自然是一个鸡蛋都没卖出去 于是马瑞建议老陈前去人才市场 看看是否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老陈迅速赶往人才市场 将马瑞独自留在农贸市场叫卖鸡蛋 他熟练地吆喝着 声音引起了老陈妻子大贵的注意 大贵看到马瑞在卖鸡蛋 别提心里有多开心了 与此同时 作为处长的老陈 在人才市场经历了一天的沮丧 因为出了开会 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技能 很多民营企业都不看好他 经过一个下午的尝试 老陈沮丧地回到家 却发现妻子买了一箱鸡蛋 而那箱鸡蛋正是农场送给他的 妻子还嘲讽马瑞 说他装什么总经理 其实就是菜市场一个卖鸡蛋的小贩 随后 马瑞给老陈打来电话 问老陈鸡蛋好吃不好吃 让我猜猜 你们家今天是不是吃的 煎鸡蛋 煮鸡蛋 炸鸡蛋 炒鸡蛋呢 不要这样做 这样对领导的影响不好 他又说我什么了 你快说呀 你说这种人是不是骗子 不 他说我是骗子 没有 我听见了 这个问题我自己调查 谁的电话 局里 我的 你跟他说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敢说吗 这个事我会在会上公开谈 你这个坏蛋 对 你信不信 我现在赶到你们家去 我信 信 信 你信 已经发出去了 嗯 有事说事 别瞎捣乱 当然 马瑞这次打来电话 并不只是调侃 而是料到 老陈今天肯定是找不到工作 便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还特别叮嘱他明天要穿一身西装去见老板 第二天 马瑞带着老陈去见了杨老板 杨老板 刚一见到马瑞 就情不自禁地搂住他跳了起来 马瑞希望凭借自己的面子 能够给老陈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然而 老陈在自我介绍时的表现 让杨老板觉得他并不是来上班的 反而更像是来当爹的 杨老板嘲笑地表示 或许等他的餐厅需要服务员的时候 可以考虑录用老陈 老陈哪里受过这种侮辱 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马瑞追了出去 老陈则说 这就是你的朋友 我要不是下台 他敢对我这样吗 现在是你求人家 你对他要有距离 要小心他们 你还吃我的醋 你就这种朋友 老陈就不撒手 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朋友 我只不过不好意思求他们 那才是正经人 老陈口中所谓的正经朋友 就是上次给他送棺材的徐老板 徐老板正在享受正经的服务 看到老陈来了 徐老板嘴上是很客气 但话里话外都在嘲讽老陈 甚至拿马瑞开涮 调侃他是老陈的小秘 这就是你的朋友 这种言辞 让马瑞感到非常生气 转头就离开了现场 老陈也没想到 当初这些称兄道弟的商界大佬 竟然如此龌龊 气得老陈把徐老板 直接推到游泳池里 晚上老陈做了个噩梦 嘴里不停地念叨 让马瑞来救他的话 这些梦话被大跪听到 大跪自然感到疑虑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偷偷地跟随在老陈后面 一直走了几条街 发现老陈竟然上了马瑞的车 大跪急忙走到车窗前偷窥 但无法看到车内的情况 老陈不断催促司机开车 而马瑞则被老陈尴尬的表情 逗得笑个不停 好在司机很快启动车子离开 这次 马瑞带着老陈来到一家外贸公司面试 里面的经理欠过马瑞人情 马瑞觉得老外应该会帮他这个忙 但对于老外来说 公事归公事 人情归人情 老陈并不适合他们公司 所以拒绝了老陈到公司上班的申请 另一边 大跪来到老陈以前的办公室 他不知道 现在这里已经是马瑞的办公室 看到桌子上摆着马瑞的照片 大跪很生气 就把马瑞的照片带回了家 晚上 老陈回到家 发现大跪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这种突如其来的丰盛晚餐让老陈警觉起来 尤其在没有特殊节日或庆祝之际 等大跪去取菜的时候 老陈迅速将菜刀收了起来 很快 大跪将最后一盘菜端到了桌上 这是你最爱吃的菜 我今天还真是饿了 老陈看到盘子里的照片吓坏了 以为自己失业的事情被老婆知道了 就准备向老婆坦白自己下档的事 可老陈说话不够明白 让大跪误以为两人有奸情 我一分钟都不想再瞒你了 这几天我确实一直和Mary在一起 她一个女孩子为我什么都做了 大跪 你干什么 我是想等这件事有了眉目再告诉你 我不听 你再说 再说我就跳下去了 你别胡来 我没脸见人了 我不能瞒你 瞒着我 哄着我 骗我一半不行吗 我不说之类 我这心里都难受啊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再说 你再说我就我想跳了 我已经跳了 好在老陈集中生智 假装懒尾言犯了 才勉强化解了这场危机 虽然暂时唬住了妻子 但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老陈 还是十分沮丧 最终 老陈决定去一家餐厅做服务员 在上班的第一天 她被要求穿上攻击装 而正巧她看到妻子和马瑞坐在一起 原来 大贵正在与马瑞进行谈判 希望她不要再纠缠老陈 并且准备透露老陈不能生育的秘密 老陈赶忙到两人面前捣乱 结果还打碎了餐厅的盘子 被餐厅经理当场辞退 听到熟悉的声音 大贵摘下了老陈的攻击头套 老陈此时无法面对妻子的目光 匆匆忙忙地追上了马瑞的车 本来马瑞不想再管老陈的事 毕竟这些天为了帮老陈找工作 耽误了不少生意 到头来还被大规误会 而今天马瑞正好要去马场 跟杨老板签合同 顺带就把老陈带了过去 到了马场 杨老板仍然忽视了老陈的存在 让老陈心中充满了愤怒 马瑞建议老陈去牵两匹马 负责马场的人依然尊称他为陈处长 听说白马正在发情 老陈二话不说 就牵着那匹马出去了 老陈表示 要和杨老板比赛一把 还让杨老板骑那匹白马 由于白马处于发情期 根本追不上老陈的黑马 甚至还把杨老板给摔了下来 而老陈以前就在畜牧场干过 所以 骑马的技术很高超 摔下马的杨老板 不但没有埋怨老陈 反而佩服马场里的马 说这些都是好马 多少钱都要买 马场负责人对陈处长 也是刮目相看 以前以为老陈只会开会讲报告 没想到骑书这么高超 他和老陈说 马场眼看就办不下去了 他想让陈处长领着大伙一起干 可管理马场需要科级干部 他这个处级干部还差个级别 等回到马瑞的公司 杨老板也劝老陈下海经商 别管什么级别了 杨老板则大胆地表示 要是把那么大的农场给他管理 不出几年就能赚上几个亿 这种酒后的发言 往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杨老板对老陈提出了与他合作的建议 计划创建一个马术俱乐部 会员费每人售价一百万 老陈一听惊讶不已 这哪里是搞钱 简直就是抢钱 喝得烂醉的三人 当场就选择了签约 事后 老陈送马瑞回家 结果却送到了自己的家里 看着搂搂抱抱的两人 大跪当场就猛逼了 直接一桶水 给两人浇了个透心粮 随后 大跪和马瑞大打了起来 老陈是怎么拉也拉不开 无奈之下 老陈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到马场生活 两个女人也追到了马场 老陈见到两人就跑 两个女人在马场又互相责怪起来 然后继续大打出手 故事的最后 马术俱乐部成功开业 老陈被任命为总经理 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 大跪也怀孕了 影片 编外丈夫 全摄了什么叫做喜剧的内核 都是悲剧 撤职后的人走茶凉 面对家人的有苦难言 落魄至极 却还是放不下面子 妻子因为怀疑自己 而与前女友大打出手 最终在这荒唐而真实的闹剧里 陈耀宗无奈咽下了一地鸡毛 一部分观众看完哈哈大笑 另一部分笑着笑着就哭了 还有一部分 则呆呆盯着画面沉默不语 这部老电影的经典之处 并不止在于 让我们了解那个年代 它放在当下 仍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反思